Nio聊四季 天天留個星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赤拉夫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一下藍幫是選擇的中國人 中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兵有這個中國聯弩 非常強大的工兵單位 而且中國人本身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基本上三宮三房全部都有 那也有品種就是該有都有母子團都有 但中國人的後期科技是比較缺乏的 沒有火炮跟火槍 所以造成後期一些科技不足的狀況 所以出工程器很容易被對方的火炮壓制 但是中國人的農田有加成 這個農田有加4%的產量 不是產量 這個最大農田量 所以可以讓隊友的農田變得更多一點 在這個超級隨機裡面 送的這個五片農田 也是直接給了中國這個獅盒是得加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只有175 那中國人除此之外 這個村民數一開始會加3吋的關係 所以村民的領先通常會領先對手1吋的這個村民數 雖然池子上是看起來是加3吋 但實際上頂多是領先1吋到1吋半左右 比較厲害的中國玩家可以到2吋 那中國人的一個後期打法 主要是偏向於這個騎兵工兵步兵的玩法 那工程器的部分的話 通常都是出奴炮 或者是這個投石車 那奴炮的部分呢 還有火箭技術可以增加攻擊力 那總體而言 這個中國人在阿拉伯 是一個全能型的玩法 那在海戰的部分呢 他的海戰是有點缺乏的 沒有這個快速火戰船 但是這個自暴船有血量加50% 所以中國人打海戰的部分可能要多出自暴船 才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那我們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農田的採集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寶兵是這個貴族鐵騎 那這個貴田呢 是騎兵單位的 近戰防禦最高的一個文明 那這個能力讓斯拉夫人 可以主要出騎兵當主力也可以考慮的 但實戰來說 貴族鐵騎只能當輔助 因為他是需要城堡才能產出的單位 所以量產的可能性是比較差一點的 雖然有這個10%農田加速採集的效果 但沒有辦法讓他 這麼可以高速採出這麼大量的貴族鐵騎 除非你要先點一下銀罐技術 這個羅斯堡壘 才可以讓這個城堡變便宜 才有可能產出大量的貴族鐵騎 那斯拉夫的實戰打法 比較偏向於步兵跟工程器的玩法 其他部分就是比較偏弱一點 攻兵路線會稍微弱了一些些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我們現在看到斯拉夫人 黃金在右邊 果子在右邊 石頭在右邊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哇 這個斯拉夫人支援點也太慘了 這個重要的支援點都在正前方 敵人一過來就會看到 哇 到處遍地都是黃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其實也是 這邊有非常多的黃金跟石頭 也都在正前方 兩邊的支援點都非常相似 但中國還好 這時候後面還有兩片黃金 所以打腿被騷擾的話 還是可以苟得住的 目前看這個超級隨機 海戰的部分 斯拉夫人其實也沒有很好 但是他有重型火戰船 但中國沒有 所以這部分 中國如果遇到對方斯拉夫人出重型火戰船的話 可以用這個奴炮戰船 配上這個自爆船去反制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海戰的部分一開始都是會產出4到6艘左右的漁船 那以你的打法而定 還有文明特性 那中國這邊是比較晚下這個 碼頭的 是因為他一開始 中國的特性的關係 木材也會減少50 所以一開始的木材也會蠻缺乏的 所以會更晚下這個碼頭 那更多的是 這是自己比較玩伐木的關係 所以才會漁船差這麼多艘 人家已經要4艘了 他還在 人家已經4艘了 還補一個碼頭了 他才出到第二艘漁船 這個挖木頭的速度 有點慢了對手一些 那我們看到中國這邊 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打一個24P 然後再加2漁船的一個打法 所以是22P加224P的一個正常打法 但你說正常也沒多正常 那沙復這邊感覺是要直層 他這個經濟配置向直層 然後中國的話是想要打風寬 想要出火戰船提早去燒好對手的一個玩法 這裡又補下了一個碼頭 待會就可以出火戰船去燒對方囉 中國這邊直接在中間建了一個萬里長城 準備要來防守一下對方的一個騷擾 但他應該沒有偵察到 對方其實是打一個直層 這邊肉馬兩邊在互打 結果是中國拿下了 這邊又是蜥蜴過來打架 兩艘戰艦已經來了 這個是斯拉夫啦 哎呀不是中國 斯拉夫已經建了一個超長的一個圍牆 中國這邊戰船已經出來 打的是戰船開局 那斯拉夫這邊成功直層上去了 這邊收掉一艘魚船 馬上點一下一擊一射 那中國這邊看到對方沒有出魚船 然後戰船大概六大包 六到八艘左右的戰艦之後 就可以停戰艦了 或是多到十到十二艘之類的 那為什麼要停戰艦喔 因為你再繼續出下去 很容易 沒辦法升到十代 十代上升級會有點困難 還是要補點魚船 那現在來到八艘 那看一下中國這邊決定要打幾艘 我覺得六艘其實就點多了 打到八艘、九艘、十二艘 這個數量真的蠻誇張的 打對方戰船的話大概十二艘左右 基本上就可以瘋狂拉打 換對方的火戰船 斯拉夫人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升級了火戰船的升級 應該是奴炮戰艦的升級喔 火戰船也會跟著升級 中午看到對方已經升城堡 先行人往後退 開始打中間的木牆 現在是三碼頭再出戰船 來到了十二艘 那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就不用擔心這個戰艦 這邊要出多少艘的問題 這邊要多補一點黃金跟木頭 去出戰艦就可以了 那中國這邊決定要按自爆船了 中國的自爆船很厲害喔 血量特別多很難解 一定要用肉身去扛這個自爆船 這邊壓過來自爆船 炸個一波三艘殘血 這波炸到的關係 所以讓斯達夫這邊損失掉了非常多的火戰船 但是中國這邊的漁船也是全面被燒光了 只剩下一艘漁船而已 好一升到城堡時代中國馬上點下奴炮戰船升級 斯達夫人這邊還在繼續出火戰船 在右邊也開了一個碼頭 想要來針對右邊的海域的部分 那左邊的海域也是慢慢出一些火戰船 在這個窄口的地方做等待 好那中國這邊移上去的管是打奴炮戰船 然後配上爆破船打法 把這個爆破船有90滴血 非常耐扛對方的傷害 那斯達夫再繼續打火戰船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烈士 好這邊看到對方三艘火戰船過來 來誰戰船回首一下 自爆船沒有在按 好拆掉了外圍的碼頭 魚船也拆掉了幾艘 OK正面的部分 弩炮戰船果然是打不贏火戰船 火戰船的攻擊速度是比較快的 好但後方戰艦已經衝了進去 自爆船還有一艘在這裡 想要炸一下 回頭炸個一波 就換掉了一台火戰船 好那如果上方完全沒有火戰船的話 那這裡只要4到5艘的火戰船的話 就可以打到一個弩炮戰船 我說錯了是沒有自爆船的話 OK 這邊有點在下水餃 OK這邊4艘包夾應該沒問題 先打血少了 OK收光了 那火戰船跟爐炮戰船的比數 大概叫4到5艘 就是1比2啦 一個火戰船通常可以打贏兩個 爐炮戰船 所以如果你要去計算要怎麼包夾對方戰艦的話 你的火戰船的數量一定要多於 不是喔 你的火戰船的數量一定要是 對方爐炮戰船的一半左右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那你還要去思考對方會有拉達的可能性 所以弩炮戰船還是會有點優勢喔 所以這是簡單技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要正面打贏的話 還是要比一半再多一點點 就可以打得贏對方的弩炮戰船 那盡量用包夾的方式喔 如果不用包夾的方式正面硬AA 可能對方還是會跑得掉 甚至在後面轉出一些自爆船 去反擊你的火戰船 所以斯拉夫這邊打火戰船 其實是更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的操作空間是比較少的 應該是沒有什麼操作空間可以啦 就只能一直往前A喔 但是弩炮戰船的話 就可以搭配火戰船或是自爆船 去做一些拉打 或是做一個優勢交換的部分喔 火戰船的話就很難做一個優勢交換的操作 這邊用巡弱模式 讓一些戰艦開始往上跑喔 結果沒有到正面攻擊 但目前兩邊都已經升到城堡師在轉換 兩邊都在正面喔 蓋下了城堡 開始要來進攻囉 斯拉夫海戰陸戰 都有在動作的樣子 好 那火戰船這邊兩邊互燒的一個結果 看起來斯拉夫人這邊火戰船 還是陷入了一點點 小小的劣勢喔 火炮戰船把對方火戰船順利收光了 上面站這個城堡扛住之後 這邊就不太好過去燒了 好 中國這邊還在繼續出弩炮戰船 但這時候斯拉夫人已經出到了帝王師代了 這個肉量中國有點不太夠阿 有點缺乏一些肉 這個漁船被燒光的關係 好 轉了一些中國煉弩 看一下有沒有奇怪的東西 好 再一下 這個老頭是3滴血跑掉了 好 三間互打 那斯拉夫人這邊村民處87村 最以上93村 村民差到最約為6村喔 那一升到帝王時代的斯拉夫人 中國也才剛按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升級大約輸了兩分半 這個時代有點久 再趕快補一些東西喔 扛住正面會比較好 好 中國這邊是看到對方斯拉夫 轉出了 巨型投死機 正面還是在這處火戰船 後面想要做個包夾 有包夾 但是這邊有自爆船 炸一下子招一艘 這一波交換 看起來中國是要血虧了 哇 弩炮戰船直接被包夾掉了 果然打火戰船就是要包夾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有跟颱風天要去泛舟一樣 那火戰船這邊直接燒掉了這個碼頭 這個碼頭應該是沒問題的 看起來中國有點想要棄海 好 升到帝王時代的中國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會有什麼帝王的兵種 去反制對方 目前雙巨頭開始反擊 中國沒有火炮 要遇到巨型投死機 開拆的一個情況 是非常痛苦的 如果這邊要去拆工程器的話 通常都是出這個肉碼 或是騎士去反擊 但是現在要升級這些東西 其實有點困難 當然也可以用巨型投死機 直接先拆對方的巨頭 也是可以考慮的 而且中國這邊已經點下了建築血 想要來提升一下建築的防護率 讓這個城堡更愛扛一些工程傷害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巨型投死機先攻擊的是後方城堡 而不是前方的巨型投死機 看來中國這邊也很有信心 可以守下這根城堡 那下方的海戰已經放棄開打了 現在是全力開始在採集資源 黃金跟石頭全部開採 正面的部分繼續修城堡 但只要一打出海戰 對方火炮戰船 就可以開始出來進行攻擊了 後方城堡 羅斯堡壘殺戶能夠研發好嗎 他用這裡研發怪怪的 後面是研發增兵技術 羅斯堡壘還有60% 感覺修回來了 這邊村民非常多 19吋 將近20吋的村民 來修的回來 這邊是6台巨型投死機 修到石頭直接歸零 中國這邊大爆彩石頭的關係 所以石頭的問題完全不用擔心 這個火炮戰舰 會打到這個巨型投死機 會有點危險 這邊用巨頭反制掉了一台巨頭 後面城堡還在努力修理當中 沙夫人這邊被迫買了一堆石頭 這個城堡大戰打了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火炮戰舰在右邊也在幫忙輸出 但中國這邊的城堡血量來到5800滴血 中國也轉出了印刷技術 要來增加老頭的招翔射程 12射程的招翔距離 火炮戰舰也是能招翔到的 而且不用研發什麼救出思想之類的 就可以直接招翔 但是火炮戰舰的射程是比較遠的 13射程 比老頭的12射程多了一點點 一個戰舰直接被燒掉 招翔了一艘火彈船去反制對方的火炮戰舰 但後面有城堡直接被收掉了 中國這邊又補了一些巨型投死機進行反制 這一場的巨頭大戰打得有點熱響 好 那中國這邊要去招翔嗎 工程器 然後我點這個救贖思想 可是我記得中國沒有救贖思想 他只能乾瞪眼吧 對 他沒有救贖思想沒有錯 看起來是了 研發這麼多生理科技喔 沒有救贖思想 那就是確定沒有啦 現在轉出老頭之後 然後戰機也不太敢輕靠近沿岸了 這裡可以拉個老頭 去防守一下沙密的村民 好 點一下了 贖罪思想 造強對方的老頭 兩邊都有點下贖罪思想 老頭互相傷害 當然這邊後面巨頭C 看來是要棄手囉 中國這邊城堡居然修了下來 哇靠這個修了已經花了一千多的石頭了 甚至快兩千了 都可以蓋三棟城堡了 斯拉夫果然還是放棄了上方的城堡 但是中國這邊城堡 中午也被對方的巨型投司機給拆掉 這邊火戰團再努力的去燒這個巨型投司機 這裡有更多的戰軍過來 老頭趕快著想一下 OK這邊中國 把對方招翔戰艦之後 斯拉夫很果斷的 把所有的戰艦自滴掉了 至少不要讓戰艦變成敵方了 下方的火戰船做到了一些事情 燒到了一些村民 中國這邊越打越穩的感覺 斯拉夫好像有點危險 後面的重型奴炮戰艦要被燒掉了 但是火戰船要被招翔走 這邊拉了一些村民直接爆打巨型投司機 上方兩台巨頭可能也要被收掉 OK 手撕巨頭 搞定 OK這邊用老頭開始招翔炎岸的戰艦 這邊戰艦一直被招走 斯拉夫人這邊有點虧了喔 這邊巨型投司機開始反制回去 五巨頭開始反打了 對方的斯拉夫的巨頭C 順利成功拿下三台了 第三台應該炒掉了 斯拉夫人遇到對方這個強力反擊 該如何反擊回去呢 正面可能要先再補一個城堡 可能不要補太前面 稍微補後面一點 這個位置或是這個位置其實都可以 遇到這種老頭鎮 斯拉夫人趕快轉出肉馬就可以了 斯拉夫人的肉馬也是特厲害的那種 三公三房都有 而且有大肉馬升級 而且他的農田效率非常快速 斯拉夫人沒有善用自己的文明特性 就不太好 遇到老頭鎮了 這時候就趕快轉大肉馬就好 這邊開始升級了 品種跟跟蹤技術 攻反光一升 肉馬也升上去 沒有錯 那升完肉馬之後要思考是 後面這些中國連弩要怎麼解決 那中國連弩的話 打貴族鐵騎的傷害也是很痛的 因為貴族鐵騎本身的防護力 是只有近在防護力比較厲害 哇 如果斯拉夫把城堡蓋在中間這個位置 那就尷尬了 中間這個位置對方可以輕鬆拆 看看如果差更後面一點的話 他的巨頭一定要到這個位置 非常深入才可以進行攻擊 所以有時候城堡不要蓋在門口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你蓋在門口 就是 就是在跟對方說 你快來拆我 這種感覺一樣 這個擺蓋給你的 蓋給你拆的 你看 哇 最後要繼續拆 又在這個安全地方 又可以立即開拆城堡 這樣不太好 這個斯拉夫的城堡位置 下得有點水餃的感覺 中國這邊突然轉起了 劍塔的升級 然後來打這個大型劍塔 塔推了 中國只要點下這個銀罐技術 這個長城科技 就會讓城牆還有劍塔的血量 增加30% 所以中國的劍塔也是世紀帝國裡面 劍塔最多血量的文明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中國這邊 轉大型劍塔 能不能打出一番風采 那斯拉夫人要反擊劍塔回去的話 只能用這個大衝車或是漏馬 進行掩護 用衝車去拆劍塔 會比較更好一點 但是現在中國連弩 斯拉夫人有點難解 那斯拉夫人要打這個 中國連弩的話 最好是轉這個頭石車 中頭的部分 斯拉夫人的工程器很便宜 所以轉中頭去拆劍的話也沒問題 而且中國也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也不用擔心自己的中頭被燒搶走 所以現在斯拉夫人 這邊要趕快轉出肉馬 配上中頭的路線 會更適合這場比賽 那中頭的話還可以有效防止 對方轉出大量的弩炮 但是應該不太可能 遇到這個組合的情況下 他來打弩炮 中國就是傻了 不可能 不可能打弩炮 絕對不可能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斯拉夫人 點下了三級的馬卡 畫面的修道運 也是轉出的非常多 看來是有意願 想要跟對方打一個老頭戰爭 但老頭戰爭的部分 斯拉夫人是 的確比較厲害一點的 因為斯拉夫人的移動速度 是有這個天生20%的移動速度加成的 所以對方的老頭想要撤退 還是有可能會被對方老頭 追向給招強掉的 所以斯拉夫人這邊要打老頭戰的話 可能還是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控兵的部分是非常困難的 世界帝國裡面最難控的單位就是老頭了 好 但是 斯拉夫人這邊轉出了大量奴炮戰盡 當然中國這邊也是轉出了一些馬頭 我覺得中國這邊如果要打海戰的話 只要出自爆船就可以了 當然中國這時候已經轉出了槍兵 哇 那就麻煩了 只要轉出槍兵的話 斯拉夫的大落馬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抓到後方的老頭了 好 中國也點下了火箭技術 增加一下自己的中國連弩的傷害 好 待會再加2攻 8加6 哇 超強 好 斯拉夫人這邊木頭有點爆 3000多木 島上的木頭已經快挖光了 但是中國這邊已經開始步步推進 大落馬勝機點不下去 黃金已經挖光了 中間這個黃金拿不回來 好 這邊直接用大落馬正面突襲 墻屋 中國連弩 但是沒有拉 拉落馬去打老頭 好像怪怪的 好 這邊 生女直接護招一波 也拉了一些臭屏 直接打後面的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被拆掉了兩座 好 這邊補了更多的落馬過來 但是斯拉夫人農田實在太少 沒有辦法轉出更多的落馬了 這邊落馬過來 只有點下水小的感覺 後方的中國連弩打擊 這些落馬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甚至射旁邊這個村民是綽綽有餘 好 中國這邊已經轉出了大量槍兵 開始往前送 工坊也快升級好了 OK 彈道水號1秒 終於搞定 哇 這一波看起來 中國打得非常好 但是現在已經轉出了槍兵 三級的步兵板甲一出來 斯拉夫人可能就有點無力回天了 轉出貴族鐵 但是現在已經轉出了槍兵 三級的步兵板甲一出來 斯拉夫人可能就有點無力回天了 轉出貴族鐵其實也不是辦法 轉落馬也不OK 轉這個戰毛兵的話 可以堪用一下下 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決定 因為待會轉戰毛兵也需要去升這個工坊 而且木頭快要被挖光了 這裡趕快轉中頭 然後用這個老頭 點這個救出思想 或是直接應召對方的老頭 或是中國連弩 都可以考慮的 那對方現在這個配置 打這個戰毛兵 是稍微能扛住的 那後面有這個大型劍塔 就很難慘了 3540滴血的 中國大型劍塔 哇靠 這一根城堡快要 這一根劍塔跟城堡血量4800 只差1300而已 哇 中國的大型劍塔 真的是猛 不然轉出了工程器 猛死車 但沒有志願可以點鐘頭 殺他怎麼還在按老頭啊 這個老頭是我就不按了 你老頭出到22隻 你能在1秒之內控掉22隻老頭啊 對 這個問題是非常靈魂拷問的 你能控得了這麼多嗎 我的話應該是10個老頭應該就是極限了 當然可以分批去控 有這個神拳陣子之後 可以慢慢控沒有關係 但這麼多老頭 真的要控的話 還不如出大量兵種直接A過去 對不對 太難控了啦 哇靠27隻 中頭要升嗎 好 這邊中頭不升 開始劍塔 步步為營 連環塔插了進去 很兇很兇 哇打得最保守的那種 OK 劍塔的數量來到了12根 中午查這些劍塔 就立於自己不敗之地了 而且殺富人也沒有心力喔 其他餘力可以轉出衝車來 去反制這些劍塔 大家會要怎麼打呢 雖然可以用巨頭稍微扛笑 但對方也有巨頭 所以 而且對方劍塔血量這麼多喔 所以就是要用巨頭去插也不切實際阿 好生命的肉麻狂住了槍斃的傷害 但是打肉麻已經沒有機會可以點下 鬥量只有700多喔 防守回去應該是很有困難 右邊的村民已經沒有事做了 28隻村民只能到處跑來跑去 這裡是要拉村民all in一波了嗎 好正面大型巨塔繼續往前推進 殺富人 衝了吧 頭車砸到我下 還好我點精銳 精銳中國連弩血量是50滴血 吃到一發頭車傷害喔 還不會馬上倒掉喔 這就是 升這個中國連弩精銳的一個意義之一喔 可以扛住對方頭死車的威力阿 好但如果升到中頭的話就不好說了 中國連弩很怕中頭以上等級的頭死車 後面的老頭到處跑來跑去 33隻老頭 你看33隻老頭 結果你也不著想 不斷走來走去 好可以反制對方老頭了 3隻老頭在這邊 直接開招 頭死車掌了一發 也找到自己的老頭跟村民 但這邊村民補血補得很快 後面老頭開始著想回去 33隻村民 33隻老頭開始反擊了 但是正面的部分 殺富人好像有點難扛得住 大量的槍兵還在持續攻擊 老頭啊 老頭這邊損失慘重 老頭的數量開始下降了 從33隻變成26隻了 但是巨型投資機 順利拆掉了一根劍塔 後方的劍塔跟巨型投資機能夠擋得住嗎 左邊的中國連弩抓到村民的移動路徑 這時候中國轉出了肉麻三級 三級麻凱點下 這時候 史拉夫人打出了 拒絕 什麼 哇 中國這邊 打得真的很漂亮 這根城堡 真的是守住非常多東西 應該是被拆掉那個 在這個兵工場的位置 那斯拉夫人這邊 雖然修力也是修得很好 但後面時候真的是不夠用 還花了一堆黃金去買時候 造成後面缺乏黃金 沒有辦法轉出大肉麻 或是中投三九 這是蠻虧的一件事情 那遇到這種情況 我覺得還是 還要先去轉一下戰寶兵出來先扛一下吧 只要讓對方的槍兵數量變少 還有這個中國連弩數量變少一點 先用垃圾兵去跟對方交戰一下 然後後面再轉移去一些大衝車 或是頭子車之類的 去反擊對手 感覺上是對這場比賽是更好的選擇 當然肉麻也是要出 但肉麻也要先升大肉麻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